素芬十九岁那一年 终于踏入她梦想许久的城市 可是台北的车水马龙和拥挤人群 却把从没有见过世面的素芬给吓坏了 她有人海茫茫 不知何去何从的恐惧 只是台北人 似乎也和她山上的人一样热情 马上有一个年轻的男子跑了过来 小姐 你一个人来台北吗 想不想找一份工作 共吃共住 一个月薪水一万八哦 真的啊 一万八对素芬来说 简直就像个天文数字 所以那名男子 后来不管再跟素芬说些什么 素芬完全只有点头的份 后来那名男子 向素芬开口要五千块的介绍费 素芬一听 要五千块吓了一跳 但那名男子却鼓起如簧之舌 说得天花乱坠 素芬被说动了 把身上仅有的五千块钱 全给了那名男子 接下来那男子开着汽车 将素芬载到一家餐厅 说已经跟老板说好了 叫素芬自己进去 可是等到素芬进去之后 才知道这家餐厅根本没有争人 这下素芬急了 他明白他受骗了 素芬好生气 三步并两步地冲出餐厅 可是那名年轻男子 却已经不知去向了 素芬仍然不甘心 顺着来路一直走 希望能找到那男子的办公室 可是一路东弯西拐 素芬越走越糊涂 原本满腔的怒火 慢慢化为恐惧 原来他迷路了 眼看着天就快黑了 身上的钱也已经被骗光 今天晚上 他又该如何度过呢 夜里素芬伤心地 窝在公园的角落 狼狈地哭着 然后也在泪眼中 又冷又饿地进入了梦乡 梦中素芬想起离家的时刻 还欢喜地拍胸脯 向家人保证 说以后每个月 都会寄钱回家 但现在呢 看着家人那种巴望 和气叹的眼神 素芬的心底 不由得又兴起一阵酸楚 正当素芬连在梦里 都快流下眼泪的时候 突然察觉到 一双手在她的身上游移 素芬惊吓地张开眼睛 眼前竟然是一张 变形而猙獰的脸 原来是另一个陌生的男子 趁着素芬睡着 竟对她展开侵犯 素芬想反抗 但怎么也敌不过 眼前这个男人的力气 想叫 却被那男人一把捂住了嘴巴 来不及了 一切都来不及了 就这样可怜的素芬 被这个畜生般的男人 夺去她女人的第一次 直到素芬26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面对英明的真诚告白 素芬非常感动 于是素芬决定 把她的一生托付给面前这个男人 素芬结婚了 山上的家人全都来参加她的婚礼 两个妹妹早两年先后嫁人了 所以都各自带着夫婿 而弟弟现在也已经高职毕业了 看着一家人难得的团聚 素芬真是欢喜莫名 可是这样的温馨景象 在素芬的人生中却只是昙花一现 是素芬真是欢喜莫名 是素芬的